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30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一節要揭露就是英國 將要跟中國大陸 要跟中共反台 有幾個事件要說 第一個事件也是跟 內地的示威有關 內地的示威 外國的媒體也有廣泛報導 BBC也有報導 BBC的記者 立即被中國大陸定性為外部勢力 有記者在採訪 有記者在拍攝現場的情況 本身媒體相當之有作用 因為可以把真相 向外國披露 結果BBC的記者在報導情況 就是被警察 公安 毆打 中國大陸 堅決不承認 任何的責任 與此同時 英國 也引了中國大陸 也很久了 新上任的 保守黨 的新首相 辛偉成 辛偉成也發表了 是最新的外交政策 他認為 要對 中共 不抱有幻想 甚至乎直接指出 英國透過貿易 是沒有可能使得中國大陸有所改變 這節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我們是有這個 免費方式 只要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即是可以不斷播放欣賞 希望大家支持 我們繼續 跟大家 跟大家 最新最快的時事 第一時間跟大家詳細講解 分析 當然我們這裏也要再講一講 尤其是有新的內地聽眾 我們 因為 做的節目 比較多 我們將 不同的話題 細分 而不是一個星期有一兩天的時事評論節目 所以 如果從深度來講 不可能好像一個星期 只有一至兩集 的長時間節目是如此深入 但是這個也是符合香港的口味 即是換句話說 香港 人對於時事的看法 他們不是需要太過深入 非常之透徹的了解 而是比較喜歡 用一些 觀點與角度盡快把最新的時事跟他們分享 所以 內地 跟香港是有所分別的 英國廣播公司 BBC 有一名在上海採訪抗議活動的 BBC記者 在11月27日的時候 遭到中國大陸警方 嘔打 以及逮捕 經過了幾個小時 才放人 BBC 隨後 發表聲明 極度關切他們的記者 盧倫斯 受到 非常暴力的對待 他在上海採訪抗議活動 遭到逮捕 他 被迫要帶上手銬 被拘押 幾個小時 然後才獲得 他被捕的時候遭到 上海的公安 嘔打 拳打腳踢 他明明當時 是用工作的身份 在現場 是記者的身份出現 英國廣播電視台 BBC說 完全收不到 中國大陸對這個事件的解釋 以及道歉 釋放這個記者的官員 說逮捕他是為了他好 防止他感染 武漢肺炎病毒 在這個社交媒體上面也有影片 拍到 盧倫斯被人帶走的時候 不斷向他的朋友求救 叫他盡快打給英國領事館 中國外交部很厲害了 中國外交部在29日舉行例行記者會 發言人趙立堅 外媒記者當然是問你 一問你 就是怎麼看這個新任英國首相 這個就是新偉城 又或者譯做蘇納克 同一時間 記者問他 你上海 拘捕和毆打了一名 是BBC的記者 問他有甚麼回應 趙立堅 繼續戰狼上身 態度極為強硬 叫英國 叫英國收起 虛偽的雙重標準 停止玩弄雙重標準 他說英方 罔顧事實 粗暴干預 中國內徵 中方堅決反對 趙立堅說事發當日上海警察明確地告訴記者 要立即離開現場 但是記者拒絕離開 而且 記者沒有向警察披露他是記者的身份 記者然後才把他強制帶來 後來對他的身份進行 核賊 然後才知道他的身份 然後 被他自行離開 真的徹底是戰狼外交 現在 甚至乎 公然是拘捕記者 公然 毆打記者 繼續出來說謊 所以 千萬 不要聽中國共產黨官方說話 官方說話 全部都是謊 你說要聽他 記者會說解封 不會發生的這件事 甚至乎還繼續戰狼外交上身 繼續 就是三點 質問英國 說幹甚麼 BBC的記者要扮成一個 受害者的樣子 說這件事 根本就是潑污水給中方 說英國廣播電視台 BBC 是叫做惡意碰瓷 真的非常非常無賴 甚至乎趙立堅 提出三點疑問 英國政府怎麼對待 國內示威的人士 舉個例子 說2020年倫敦 爆發 反對封鎖 的遊行 反對當時的英國 當時英國 曾經 在這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就是封鎖 但是英國 說的封鎖 是叫人不要上街 沒有甚麼必要不要出街 事實上超級市場 是開放給人繼續 購物 換句話說 跟中國大陸 現在的風向根本完全 不相同 簡單來說 英國一樣有對 示威遊行的人 有動手 不過他真的搞錯了 如果是徹底合法的遊行 英國 沒有任何理由 要對示威者拳打腳踢 而英國警察如果對示威者無理拘禁 再加上拳打腳踢 其實英國政府 很可能是會有官司 甚至乎是需要大量賠錢 美國也經常有這樣的案例 趙立堅 一句說完概括他的指控 他說總是有事發生的時候 BBC就是會在各種現場出現 說記者究竟是去報導新聞還是製造新聞 簡單來說 他指控英國的記者 就是在做間諜 又或者是在做特工的工作 這件事就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他的駐海外的人員 根本全部 都是近乎等於是間諜 但是在西方世界 人家是記者 真的是報導 新聞的 中國大陸 就是把你 做新聞的人 無欠你外國勢力 就是煽動示威 一個外國記者 連普通話都不會說 他在上海 為甚麼 可以煽動到上海人呢 趙立堅 完全說不出 理由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包括內地的 網民 內地的聽眾 絕對不能夠 對他有任何期望 當然 我們都肯定知道 內地人 現在這一刻 可能一部分人覺得 是要求共產黨解封 跟著要求他政治改革 當日我們 100萬人上街 200萬人上街 何嘗不是這樣 到甚麼時候你才會覺得 這個政府無藥可救 這個政權必須要瓦解呢 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之久 開頭 喊了很久的五大訴求 要林鄭月娥下台選一個新的特首 你並沒有 否定 港共的管治的當時 更加沒有否定 就是中共 在香港的權威 這個 是過渡期 再到了港共政府不斷說謊 跟今天的中共和趙立堅一模一樣 不斷出來 抹黑 這個香港市民 甚至乎是動用這個 黑社會出來打人 香港人才徹底 對他徹底死心 所以 但是從 6月份 爆發這個遊行 再到了 最低限度 是7月21日 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英國 對著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發生了那麼多事情 其實 想對他放鬆手腳基本上已經是 不再可能的事 所以 新任英國首相 發表外交政策演說 說明 中英關係 黃金時代已經結束 透過貿易 令到中國 可能出現社會或是政治改革 的這種想法 過去實在是非常之天真 所以 接下來對中國大陸 只有強硬 北京是透過他 就是 徹底 獨裁的權威 利用國家的力量 不斷對外擴張 中國大陸 沒有任何的原因 除了想攻打台灣之外 不斷擴充軍事力量 而且這些擴充 出來的軍事力量 維穩機器到最後 全部用來對付人民 其實中國大陸 共產黨的思維很簡單 他基本上將全世界所有國家 所有政府 甚至是這些民主政府 徹底底 當成跟自己是一模一樣的卑鄙無恥 雖然任何國家 都一定是會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 但是 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 根本絕不可能好像中國大陸共產黨那樣 每一樣東西派間諜 每一樣東西 把其他國家當成徹底底是敵人 我們也很明白 要內地人 一下子一個短時間就要徹底覺醒 根本不可能 一定需要是時間 而香港也是一樣 實際上香港也經歷了一段 很長的時間 反反覆覆 甚至乎 是比現在 內地的白紙革命的爆發 很多 從2014年的時候 由這個 和平佔中再去到2019年 足足過了五年 再去到2019年 大量的香港人被拘捕 大量的人流亡 再去到 英國開放就是政策 接收就是香港人 如果你不是真的去過這些地方 生活 你真是不知道 人家 真的把所有的公民權利 全給你 你也是選民 你也可以投票 這件事非常可惜 本來過去的內地留學生 去到這些地方生活 應該感受到的 不是這些地方的建築物 被中國大陸落後 而是 去體會別人的文明 文明在於 普通小市民 他們的權利 也是受到保障 不是像中國大陸 你是權貴 你每一樣東西都受到保障 你是市民 你沒有政治 的背景 你 父母 你家裏不是高官 不是高官的好朋友 你是完全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甚至乎你有病 可能會死在醫院 因為你忘記告訴醫生 你的父母是哪個高官 真真正正文明自由的地方 你作為一個 最普通的小市民 你也可以去罵高官 你有票頭 你 如果沒有錢看醫生 公共醫院一定會醫你 一個地方文不文明 是用這個做標準的 不是用 那座大廈 有多麼高來決定的 香港高樓大廈夠多了吧 香港現在 你看看多麼不堪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使用本台的連結 這個就有Discount 好